-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跟你看店 讓你看店更有更 我是XXY 歡迎收聽H&M365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們將會用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 和一部影劇作品 但也了解歷史上發生哪些重要的時間喔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2號 我們將時間拉回到1942年的2月22號 我將會再回來 我將會再回來這句話是由 非常著名的二戰美軍的將領 麥克阿瑟上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所說的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話 這句話關係到的是 是在1941年的12月8號開始的菲律賓戰役 這場戰役是要回溯到這場戰役發生的前一天 也就是1941年的12月7號 日本偷襲了美國珍珠港 日軍隨即展開了對東南亞地區的南方作戰 就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的9小時 日軍開始從台灣出發 對當時還是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展開攻擊 美軍在準備步驟的情況之下 面對日軍的入侵顯得措手不及 當時在菲律賓擔任美國遠東陸軍司令的 麥克阿瑟上將 他本身其實已經早在1937年就退役 但是後來受到美國政府的委託 前往菲律賓來改革這支缺乏軍隊和訓練組織的後備軍 當時美軍在菲律賓駐有22000多名的守軍 在當時被稱作是美國陸軍的菲律賓部 而這支軍隊除了是美國人之外 其實還包括了大量的菲律賓人 為了加強當時的菲律賓守備 以及在面對當時太平洋戰爭 還沒有爆發之前的詭譎國際局勢 麥克阿瑟將菲律賓的守軍分為四大部分 北邊部署在呂宋半島上的呂宋部隊 他們是面對日軍首波攻擊的最前線人員 他的守備範圍從呂宋島的最北邊 最南到達巴丹半島和馬尼拉灣 另外部署在呂宋島的南邊 主要是負責防守馬尼拉東南部 以及部署在比薩亞群島和綿南老島的四大部分 試圖保衛這個美國在遠東地區非常重要的殖民地 然而日軍的攻勢來勢洶洶 在勢如破竹的情況之下 美軍和盟軍節節敗退 在1942年的2月22號 麥克阿瑟上將收到了美國時任總統 小羅斯福的撤離命令 在苦撐的一個月之後 麥克阿瑟和他的家人 以及他的參謀 在3月11號的夜晚 搭乘PT魚雷快艇 突破了日軍的防線 來到了菲律賓南邊的明達納爾島 搭乘飛機抵達了澳洲 麥克阿瑟在3月20號 於澳洲的墨爾本公開的談話 他發誓 他將會再回來 Ishow Return 成為了太平洋戰爭期間 最著名的一句經典名言 菲律賓戰役一直持續到1942年的5月7號 當時死守菲律賓的溫萊特 向當時的日軍將領本堅雅琴投降 這場持續了將近半年的 菲律賓戰役才宣告了落幕 但是在這場菲律賓戰役之中 有將近8萬名被日軍俘虜的盟軍 被當時的日軍將領本堅雅琴 要求以徒步的方式 從巴丹前往超過100公里以外的聖飛難度 很多人在當時酷熱的高溫之下 陸續出現中暑或是脫水 甚至還染上了瘧疾 或是立即登革熱等等的疾病 在缺乏食物的補充之下 許多人在疲憊不堪、營養不良 甚至是在負傷的情況之下 被殘忍的虐待 許多無法行走或是淚倒在路邊的戰斧 被日軍射殺或是用刺刀來刺死 這起可怕的歷史悲劇 被稱作是巴丹死亡行軍 這場死亡行軍的實際竊確的死亡人數 到現在一直都無法確定 不同單位所推估出來的死亡人數數字 都相差非常的大 根據統計呢 大概有3000到11000名的戰斧 在這場行軍之中死亡 而就在菲律賓戰役之後 菲律賓就一手到了日本人的手上 直到1944年 盟軍成功收復了菲律賓 麥克拉瑟再次重返到 菲律賓的土地之上 實現了他在1942年所說的諾言 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的將領 本堅雅琴 也因為巴丹死亡行軍的關係 接受了軍事法庭的審判 最終他被認定為乙擊戰犯 在1946年被執行槍決 有關這段 與麥克阿瑟息息相關的歷史故事 大家不妨可以參考 在1977年所上映的麥克阿瑟傳 這部電影呢 可以說是描述麥克阿瑟 生平事蹟非常詳細的一部經典之作 它是由當時的奧斯卡影帝 葛雷·戈萊比克所主演 並且在2003年獲得了美國電影學會 收錄的百大電影 或是反派英雄人物的電影作品之一 這部電影呢 剛好就是以麥克阿瑟在1942年 參與菲律賓戰役開始記錄 詳細描述了這位美國知名的將領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傳奇一生 片中也呈現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所說的一些經典名劇場景 甚至時間線呢 還拉到了後來的韓戰 以及他所提到有關於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的那場經典演講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所提到的歷史故事 菲律賓戰役之中麥克阿瑟所提到的 我將會再回來這句經典名言 以及我們所分享的電影 麥克阿瑟傳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你有看過這部電影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上留言 或是在首播的時候來跟我們做互動喔 當然呢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的臉書粉絲團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 也別忘了在Apple Podcast 或是Spotify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薦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討論喔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H&M365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